疫情狂燒為了舒緩醫院PCR採檢壓力 現在中央初步每合190間診所也加入採檢的行列 但民眾想來做PCR得先事先電話預約 醫務合理班PCR採檢廳 醫師將手伸進手套示範怎麼幫病人進行PCR 但這個地點不是醫院是診所外的空間 目前有437家診所登記有醫院加入PCR採檢 但只有190家參與6號正式上路 民眾要來診所PCR的話 首先要進入疾管署的網站 點選COVID-19防疫專區 再找到社交距離APP及採檢地圖的區塊 按COVID-19全國指定社區採檢 就可以依照你所住的區域 選擇最近的診所做PCR 而士林這間診所就是其中之一 醫護也都想好要怎麼讓快篩陽性的民眾進行PCR 我們是管控分流是分艙分流 那看診的跟PCR時間我們會分開 那就是犧牲醫生跟護理師的休息時間 診所雖然都規劃 不好會在非門診時段將病人分流 有很多診所跟中央申請採檢庭 但配套似乎還不夠完善 名單出來了 可是我們後續包括就是軟體的 怎麼進入整個系統 疾管局的系統 包括後面的檢疫的那個檢體的送打這一塊 都還沒有真正的 就是有一點銜接上的問題 不過每間診所做法不一樣 有的診所不申請採檢庭 病病診間幫民眾做PCR 新北也有診所打算用非門診時段 幫民眾做PCR 跟看診的病人分開時段 利用沒有看診的時段來進行這個採檢 醫師也說未來一天大概會接收30到50個病人來做PCR 也會在戶外設採檢庭 非看診時段也會在診療空間進行消毒 在醫院急診外 急滿民眾要做PCR 如今診所陸續加入採檢行列 渴望減輕醫療負擔案 TVB新聞 周一峰劉慧與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